这里就是举世闻名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世界上除了中国以外 不知道还有哪个国家 能够在15天用冰雪创造出这样的奇幻世界 它从1999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持续了24年 尤其是今年 规模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 整个冰雪大世界的面积比故宫还要大 很多人一定很好奇 这么多冰到底是哪里来的 怎么建成的 进来以后又到底该怎么玩呢 首先呀 冰雪大世界的冰全部都是来自旁边的松花江 在零下20多度的气温下 松花江的江面冰水的度度达到30到40公分的时候 开始由专业的采冰师傅 冒着严寒人工开始 别说采冰了 就在那种寒冷的环境下 手伸出来两分钟就冻麻了 但是采冰呢也不是随意就开始采 一般呢是在大雪节气前后 采冰前还有松花江江水主角的江水炖鱼的仪式 说白了就是采冰之前要企图平安才能够正式开始 采完的冰呢再送到冰雪大世界 经过严格的挑选 因为有的冰是白色 有的冰呢是蓝色的 而且还要透光性更好的冰才能由专业的冰雕师傅进行设计跟雕刻 用水来凑成粘合剂 用手来做雕刻 一点一点雕刻出来 这可比石雕沙雕难度大多了 还有一点的就是每年的冰雪大世界结束以后 什么都可以采除 但是在东北角那个位置呀 有一尊地藏菩萨的雪雕像是不能采的 一定要等到来年春兰花开 冰雪自然融化 东石丞相